大家好 不少还有都提到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茶水能不能给吊篮浇灌土壤 其实茶水是可以给吊篮浇灌土壤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方法 因为茶水本身它是有点偏碱性 如果把握不好方法 对于吊篮这种喜欢偏微酸性土壤的植物来说 长期来说也是不太友好 本身茶水中含有丰富的钙、钾、铭、蒙等11种矿物质 茶水中的因离子较少 属于一种碱性的水质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给它先发酵一两天 就可以让这个茶水提高它的酸度 那么就适合给吊篮使用了 如果大家想要它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话 大家可以对上一点点淘米水 因为淘米水经过一两天的晾汁之后 它是属于强酸性 那么我们可以先把茶水隔一两天 然后我们可以用1000毫升的茶水 对上100毫升的淘米水 那么它这个酸减度就会比较适中 就可以让吊篮更好的吸收 茶水里面中的钾元素、钙元素还有铭元素 那么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如何正确用茶水 来给这个吊篮浇灌达到最佳的效果 我们下一期再见